蔡依林今天下午以造一家的身份 现身活动记者会 身穿白色西装外套 展现满满专业感 这回与业者合作 要打造专属的翻糖蛋糕 再度挥洒设计天分 作品经验全场 蔡依林提到 就是要呼应生活中 有时候会经历黑暗愤怒期 但过了就会遇到最早的初心 不过大家也很关注 新专辑是否有同样状况 被问到这题 语色了好一下 黑暗期 其实在每一次的单个 我都先把它拆成单个单个座 我不会说现在在黑暗期 对 但也没有看到曙光 所以 所以好难形容 可能真的就 真的要做 自由 我还满相信那个叫顺水推中 就是一做的时候 就会非常快速 蔡依林说就像她之前说的 歌词还没到位 目前就持续充实自己做别的事 粉丝期待 即翻糖作品后 歌手身份能赶紧回归 以上娱乐最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